他来了他来了 也能展现出闺蜜情 比如刘涛和秦海璐 就是圈中知名的闺蜜 秦海璐曾声称 刘涛是自己的第一闺蜜 两人相识 十多年之久 在对方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都会飞到对方身边聚在一起 发出的动态中 也处处可见对方的身影 嘴对嘴亲吻这种照片 也有许多 连参加个节目 秦海璐和刘涛都忍不住当众亲吻 不仅在生活中关系密切 在事业上秦海璐和刘涛也互相扶持 一起合开公司 可以说秦海璐和刘涛在外界眼里 是真闺蜜 真具有钢铁一般的友谊 但一道妻子的浪漫 旅行这样真人秀节目中 矛盾就来了 作为团长的刘涛 大概是为了让刚刚聚在一起的几位嘉宾 能够快速熟悉起来 特意为嘉宾们准备了特别旅行 刚开始 刘涛对自己的安排是非常满意的 满脸得意地表示这次的旅行和以往完全不一样 但刘涛显然错误地预估了嘉宾们的接受度 旅行的是在一片珠海 不可避免地有爬山环节 这次的嘉宾中 陈建兵和蒋晴晴是年龄最大的 陆海没走多少 陈建兵就开始体力不支了 开始吐槽这样的安排 弄得大家都很疲惫 不久之后 大家怨声四起 在这种时候 刘涛作为团长是最尴尬的 按理说闺蜜有难 秦海璐应该上去帮忙才对 帮着刘涛安抚一下 大家的情绪什么的 但秦海璐不但没有帮助闺蜜 还给闺蜜施加压力 一开始 秦海璐穿着优雅的小套装 拎着包出现的时候 就让人感觉和爬山格格不入 果不其然 一进山秦海璐就开始了怨气模式 一会儿埋怨 选到这种深山老林 一会儿又埋怨为什么要走这么长时间的路 此时刘涛就走在他后面 后来 秦海璐直接黑着脸 气鼓鼓地坐在凳子上 明显就是在揣脸子 刘涛更加尴尬和无奈了 其实这已经不是秦海璐 第一次在真人秀中给刘涛脸色看了 在亲爱的客栈中 秦海璐作为飞行嘉宾参加 但是鼻嘱咖气场还足 因为有吃钱在中餐厅中的经营经验 刘涛只能看着秦海璐的脸色形势 不止秦海璐和刘涛 在真人秀里有崩塌的瞬间 别的明星闺蜜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刘涛和李小冉也是多年好闺蜜 两人多年前就一起合作过 在亲爱的客栈中 李小冉作为飞行嘉宾到场时 刘涛也是轻热地上去拥抱 节目组打上了老友相见 分外轻热地滋养 李小冉为了称闺蜜 全程非常听刘涛的安排 帮着一起做任务 但当李小冉饿了一天肚子时 刘涛却完全没有照顾好闺蜜 李小冉和张翰在一边无奈地聊天 到了晚上刘涛才画着精致的妆容 姗姗来迟 一开始李小冉到达时 在短暂地问候之后 剩下的就是冷淡 大家各忙各地完全没有顾上他 李小冉只能尴尬地走来走去 刘涛也并没有主动cue李小冉 可见刘涛对李小冉的忽略 无论是秦海璐和刘涛相处的表现 还是刘涛和李小冉相处的表现 都足以看出女明星们 看似深厚的闺蜜情 在真人秀里分分钟就会圆形毕露啊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再走啊 再走啊 再走啊